以色列军方今天宣布 昨天在加萨走廊北部击毙数十名哈马斯战士 加萨走廊南部也传出乙军加紧攻势 哈马斯统治下的加萨卫生部今天则说 当地死于战火人数已经超过两万两千人 路透社报道 以色列军方在每日例行记者会上说 过去一天乙军锁定加萨走廊北部的加萨市 和地中海沿岸几个未知名的地点 攻击当地的巴勒斯坦伊斯兰主义组织哈马斯战士 在加巴里亚地区击毙了数十名恐怖分子 哈马斯的武装部门昨天则宣称 他们在加萨市的塔法区东方引爆一个地雷区后 造成了15名以色列士兵死亡 这场战争由哈马斯2023年10月7日 突然大规模攻击以色列所引发 如今打了12周多 哈马斯还继续对以色列大臣特拉维夫发射火箭 展现他们仍有能力攻击乙国 根据加萨走廊中部地区居民说法 当地目前战况也激烈 布赖吉难民营的一些区块遭到以色列战车炮击 此外以色列军方表示 他们在布赖吉的一所联合国学校加萨走廊南部城市 甘尤尼斯查扣了一些武器和已拆卸的火箭发射器 哈马斯和巴勒斯坦的伊斯兰圣战组织则说 他们已朝甘尤尼斯的以色列部队发射 迫击炮和反战车火箭正在阻止对方袭进 甘尤尼斯的东部北部和中部都已经有以色列战车驻扎 加萨居民表示 以色列的战机和战车已加紧轰炸甘尤尼斯东部和北部区域 当地目前有数以万计被迫逃离家园的巴勒斯坦人在那里避难 加萨卫生部今天说 过去24小时又有207名巴勒斯坦人死亡 338人受伤 使得以色列对加萨走廊的反击至今累计已夺走 22185条人命